據報導 現在一名同時擁有土耳其和美國國籍的26歲女子 6日在約旦河西岸參加一場對猶太人定居點的抗議活動時 中以色列軍隊槍擊身亡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在同日當晚發聲譴責這件事 CBS報導 美國國務院證實了 一名美國女子6日 在約旦河西岸被槍殺一事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米勒 在一份聲明之中說 美國政府已經獲釋相關的消息 並確認了受害女子的身份 另外CBS說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星期五訪問多美尼加共和國 之後他譴責悲劇事件的發生 布林肯表示 在美國政府獲得更加多相關訊息之後 將會與有關方共享並公開的訊息 並在必要的時候採取行動 土耳其那邊反應比較強烈 土耳其的總統埃爾多安在社交媒體 X上面 發文譴責以色列 說他是野蠻干預約旦河西岸 和和平反佔領的抗議活動 埃爾多安說 作為土耳其人 我們將會繼續在各個平台上努力 力求 結束 以色列這一項持續近一年 佔領和種族滅絕的政策 這個政策導致4萬1千人遭到屠殺 當中包括 兒童 年輕人和老年人 我們還將要求以色列為其反人類造行 承擔法律的責任 這個埃爾多安的貼文很重 不只是針對這宗 槍擊事件 是講到整個 這個 以色列對加沙整個行動 的一個評價 語氣相當重 相當不客氣 對於上述的事件 以色列軍隊回應 還在調查 之中 之前也試過調查過很多事情 以色列軍隊誤射證人等等 但是證實 他現在就說雖然是在查 但是以軍 證實他的部隊在相關地區 是開過槍 沒有說他是打死過誰 據報導 有一名女子 在納布羅斯附近的拜塔 參加對猶太人定居點的抗議活動的時候 有機會再說猶太人定居點的大議題 現在就有抗議活動 在拜塔 遭到以色列軍隊槍擊 當地的醫院確認 這名女子的頭部 中槍 而死亡 除了 布林肯和 埃爾多安個人的意見 政府正式發佈意見 土耳其的外交部6日發表正式的聲明 說以色列軍隊當日 在約旦河西岸 納布羅斯 打死一名土耳其的公民 土耳其政府譴責以色列政府這個行為 聲明還說到以色列政府 正是試圖恐嚇 所有向巴勒斯坦人民 提供幫助的人 這種政策是不會成功 土耳其的正式外交部的發佈 也是 重很多的語氣 反對以色列 的 層面是高很多的 直接 跳出了只是槍擊事件這個層次 美國那邊 沒有這樣的 在9月6日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發言人 薩偉特在一份聲明之中 他只不過是要求以色列 調查一名美國女性 在約旦河西岸死亡的事件 對整個operation 沒有評價 有一個美國人死了 就要求以色列 調查這件事 另外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 發言人的聲明裏 對於美國公民 艾吉 在約旦河西岸死亡感到痛心 美方已經是聯繫以色列政府 要求 以色列政府提供更加多的訊息 並要求對這件事進行調查 就是這樣 就是比較 你可以說是比較淡一點 或者是 語氣比較輕很多 有一個美國人死了 很痛心 麻煩你查一查 美國是這麼說的 下一個話題 就是美國本土的校園槍擊事件 根據路透社9月5日的報導 美國佐治亞州的官員 相當是警察 5日第二步 在4日造成4人死亡 9人受傷的校園槍擊案 一名14歲嫌疑人 的父親 即是 5日逮捕了 4日 導致槍擊案 嫌疑人的父親 隔著翌日 拘捕了他父親 就說這位父親是明知故犯 允許他的兒子 擁有空氣 佐治亞州調查局說 54歲的科林格雷 即是他的父親 54歲 就被控是4項 過失殺人罪 2項 2級謀殺罪 以及8項 虐待兒童罪 告很多罪 包括過失殺人 以及2級謀殺 佐治亞州調查局局長霍西 在記者會上就說 這些指控 是源於 格雷 是明知故犯 即是說他的父親 允許他的兒子 擁有武器 所以控告他 那麼多條罪 報道說 14歲的 這位兒子 科爾特格雷 被控4項謀殺重罪 而且將會被當作成年人來審訊 審的4項謀殺罪 他父親 告的罪更加多 不過可能罪沒有那麼重 2級謀殺 佐治亞州以及巴羅縣的調查人員就說 科爾特 14歲的少年 是用一種AR平台式的武器 或者半自動的步槍 進行襲擊 造成兩名教師 以及兩名學生的死亡 這就是 4項謀殺罪 對於涉嫌人父親 父親提出的檢控 指控就是 但是 這個做法 為甚麼告過爸爸 一般來說我們很少會這樣 譬如說誰打劫銀行 殺人 也是告過人而已 很少會告他爸爸 或是告他家長 但是現在美國是有這樣做的 這個很可能就是美國是試圖 控制 砲源槍擊事件 蔓延的一個新的策略 這個不是孤例來的 原來之前試過的 今年的4月份 在另外一個州 密歇根州 有一名青少年的父母 被判處是10到15年的監禁 4月判了15年監禁 但是這個發生的事件 是在幾幾年之前的 但是在今年的4月判過了監禁 剛才說的那個佐治亞洲不是孤例來的 實際上是判過了監禁 就是一名青少年的父母 被判10到15年監禁 今年4月已經判過了 此前陪審團是判定 由於他們的兒子 是開槍打死了4名的同學 他們的父母是犯有 過失殺人罪 被判10到15年監禁 判了 這是被認為是美國第一次 有父母是為他們的子女 在校園槍擊事件之中的行為 承擔法律責任 今年4月判判 那個案例 是美國第一次 他的父母因為他的子女 在校園槍擊事件負責任 即是他的兒子開槍打人 是第一次 告到他的父母要去坐牢的 第一次出現就是今年的4月 在默潔根州 在默潔根州案裏 一位 叫伊桑克 倫布利 在2021年 在2021年 在牛津高中開槍打死了4名的同學 他的父母因為沒有在家裡安全存放的槍枝 以及忽視 已經是表明他的兒子有精神問題的警示訊號 而被判有罪 2021年 有一個少年 伊桑克倫格尼打死了4名同學 他的父母在今年的4月被判有罪 原因就是他家裡的槍沒有鎖好 即是沒有安全放的槍 以及他的兒子是有精神的問題 但他們又忽視了 被判是有罪的 在今年的4月判了 雖然槍擊事件發生在2021年 美國的專家 以及槍支安全的槍導者表示 在今年4月判的密歇根州的案件 令到擁有槍枝的父母 對他們的小孩子 實施 校園暴力 要承擔更多責任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不要說 小孩子 十幾歲 那時候還說不用刑事責任 家裡周圍都是槍 你負責大人買槍的 有責任控制著 不可以讓小孩子 或者其他危險人士接觸到 如果你沒有這樣做 你是要負責的 不是關人 就當是沒有這樣的事 終於判了美國 說是有罪的 即是你沒有監管和控制槍支 是不行的 有法律責任的 好了 這就是2021年案件的密歇根州 我們說回佐治亞州這宗案件 佐治亞州這宗案件剛剛發生的 調查人員說 原來在一年多之前 即是在2023年的5月 這個原來傑克遜院的官員或者警察 曾經對那個少年科爾特和他的父親 進行過問訊 原來在一年多之前 查問過少年和他的父親 進行的問訊 原因就是 他們涉嫌在社交媒體上 發出要實施 校園槍擊的網上威脅有關 原來在一年多前 在網上已經有發出一些威脅 在網上涉嫌 我們看到很多 都不是突然出現的 這些槍擊案件 之前有些蛛絲馬跡在網上 和朋友說過 在2023年5月 他們因為在網上發佈 可能實施校園槍擊 被警察捉了 不要說捉了 只是訊問過 但是當時 格雷夫婦 對 傑克遜院的警察就這麼說 他們沒有發出過威脅 現在他的爸爸還說 他們是把家裡的捏槍 鎖在家裡的保險櫃裏面 是很安全的 他的兒子是拿不到的 一年多前是這麼說的 他也否認在網上發佈了 校園槍擊的威脅 當時的傑克遜院的警長 萬格武就說 這件事 在2023年的時候 完結了 當時 那個男生只有13歲 而且沒有足夠證據證明他有罪 當時是不夠了的 不夠證據 如果我們當時的警長就說 如果他得到法官的命令 或者我們能夠起訴某些人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這些槍枝 保管起來 意思是說如果當時是能夠抓到他 或者禁止著拿起槍 可能今天的悲劇就不會出現 也不肯定 他沒有這麼直接說 他就是這麼說 或者如果得到法官的命令 我們就可以把槍枝帶走保管起來 那麼美國國土安全部的研究就表明 原來大約75%的校園槍手 是在家裏面拿到武器的 很多可能是隨手的人的武器 就是槍 槍枝氾濫是一個 美國很多人都有槍 每一個人都有一支以上的槍 現在除了四億多支槍 好像在美國現在 現在他們在家裏面 是沒有妥善的去保管 是令那些 可能小孩子或者其他人 不受 都是隨便 太容易拿到槍 而造成這些槍擊事件 所以這個必須要 是要用大力去控制的 大家好 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視頻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視頻看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如果有關訂閱或者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在香港辦公時間 致電3610-3800 或者是發電郵給我們 製作內容需要投入很多資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部 訂閱石樓台 有你的支持 我們才可以繼續製作 多謝大家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